阿娇衣品终于变好,赖红果功不可没,但不抵骨天乐红袜子抢镜。 连接月底,香港各颁奖典礼也忙了起来,继香港电影导演会之后,微博之夜也在香港举行了颁奖典礼,不少香港演员隆重出席,或拿奖或助阵齐聚一堂齐乐融融。 所以,还是再看一次明星的着装,到底谁穿得更好看。 汪银泉,作为资深的香港实力演员,汪银泉次次拿下大奖。 一贯敬业的阿姐,这次依旧展现活力四射的经济神,一身粉色裤装十分年轻,小爆炸头也是相当年轻感。 只不过阿姐的银鞋子有点赖眼啊,里面穿的桃红柳绿的内搭长裙,也是分散重点。 不过阿姐的年纪和资历,她高兴就好。 萱萱,真的不想再吐槽萱萱的红发,就这样吧,她高兴这发色就好。 不过这次萱萱萱萱阳的选择了路肩长裙则是显得更为利落了,而且橘红色也显得她气色很好。 就应该多穿两色嘛,总不能老实挑着黑色长裙长裤不放。 和林峰的合影,两人的铜框引发回忆沙啊。 当年的寻琴记两人也是合作得挺好啊,满满的回忆,纪念逝去的那些经典港剧的岁月。 林峰,林峰一直很喜欢在衣服上大作文章,身高够了所以就会任性穿衣,这一身拉低身高708段的衣服,换在别人身上分分钟就是灾难。 而林峰大概是挑战惯了,所以网友也都默认她的审美和衣品。 只是,这心烫的卷发,这是画了眼线。 嗯,林峰承认和吴千语分手之后,更加认真的倒是自己了,心情不错嘛。 王浩信,这是胖了吗?这脸怎么看起来有点圆圆吗? 不过王浩信的衣品还是在线,大长腿挑战长衣外套,黑白造型十分亮眼又不过火,赞! 黄志文,一身粉色天鹅绒长裙的黄志文,状态不错妆容也够好,只是发型有点随便啊,要不是脖子上的钻饰项链提醒,还以为是穿着睡衣就出现了。 马国明,马国明这次帅啊,简单的西服配图案衬衣,中规中矩又是反而很出挑呢。 顾天悦,顾仔也是老了吧,脸也微微发福,衣品也是更加随性了。 本来夹克上衣有两点又特别,但无奈毁在一双港潮的毛钉鞋子,以及那双红袜子。 港星真的很喜欢在袜子上做文章。 阿娇和阿萨阿萨的衣品就不出了,一直挺稳的。 这次的黑白长裙,大方也不失可爱。 而阿娇呢,发型更大气一点,耳垂搭配星星图案的纱裙,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,妆容自然,突出眼线的魅惑之感。 如果把手镯摘下来,会更好一点。 总的来说,阿娇这次造型,对比她以往出席活动时造型来看,已经是进步很多很多了。 粉丝们就无罪偷笑吧,因为你们的爱豆,衣品终于变好了。 看看上次在上海出席活动的她,黑裙简洁大方,简单配饰提升品位,发型自然又优雅,颜值对拔高。 她本身身高不够,穿着这种黑白鞋纹的长裙,已经是尽力了。 鞋子也没有太过的浮夸,只是配饰项链和鞋子不要再这么繁琐冲突会更好一点。 简单藏蓝色上衣,凸显气质感,麻维绑发也十分柔和。 耳垂虽然夸张,但好在衣着比较简洁。 订婚之后首次露面的这套红蓝猩猩相见的长裙,十分好看,搭配红色大耳坠,细节完整颜色呼应,挺出彩的。 所以啊,阿娇衣品变好了,最大的功臣还是赖红果啊。 比较它可是很有品味的,从它日常的穿搭和审美就可以看出,绝对的优质型男。 大衣选得很有范儿,手表的细节搭配也很有品。 一品一看就是简约不简单的类型,讲求穿搭品味质感,追求低调内涵的审美啊。 所以啊,恋爱使人变美,而有时找对了对象,还会提升一品,幸福感成双啊。